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屏幕前的观众听大鱼这首作品时都纷纷落下了眼泪 周深再次赋予该取不同的情感 越听越上头 越听越有代入感 由于周深穿梭于四个平台的跨年晚会 导致不少歌迷声米从七点半开始手忙脚乱 做好准备都想在第一时间收看周深的名场面 有人甚至把手机iPad笔记本电脑以及台式电脑都搬了出来 恨不得一口气看完周深的所有高光时刻 偶像忙于舞台表演作为一名粉丝自然也不能闲着 相信不少生米都跟我一样还沉浸于周深的舞台表演当中 难以自拔 确实太震撼了 九首歌曲每首曲目都被周深诠释的淋漓尽致 无疑是全场最佳舞台 这点谁都不能否认 相对之下 央视跨年晚会其实才是最值得一看的 之所以这样说并非毫无道理 纵观整个娱乐圈 能当上央视舞台的歌手寥寥无几 因而央视向来请的都是正能量艺人 不仅是力要扛打 人品也一样要好 而央视的一系列高标准严要求 偶像周深都一一做到了 而且每项都做得非常到位 不管出现在哪个舞台上 都能散发出满满的正能量 也正因为如此呢 周深才会出现在央视的舞台上 如果只看流量的话 央视也不会邀请周深来当嘉宾演唱歌曲了 其次呢 央视跟网络平台大有不同 其他几家电视台呢 有人看 有人不看 除了专程来看周深的观众呢 有些路人啊 压根就不会收看哪个台的跨年晚会 但央视跨年完全不同 几乎全顾观众都会在第一时间收看 所以啊 说周深凭借自身魅力 迷倒老中青三代 一点都不为过 如果周深都不能参与央视的跨年晚会的话 娱乐区啊 就更没人能参加了 央视起航2022正式拉开序幕前 周深还特意录制了一段小视频 在视频中呢 周深直呼用一个字写下自己2022年的心愿 周深选了光这个字 希望那缕光呢 能照亮我们每一个人 简单的一句话再次把优质偶像的特质展现了出来 至于感爆棚 短视频一经发布 立马就掀起了全网热议 拉满了所有观众的期待值 而到真正表演的时候 偶像周深不负众望 身穿一身黑色皮衣 显得摇滚饭十足 与众多半舞同框表演 在央视舞台表演的曲目是《你要跳舞吗》 该曲目的原唱是新裤子乐队 不难发现呢 周深也是摇滚乐迷 不止一次的翻唱摇滚金曲 每次都能给人一种眼前亮的感觉 相较之下呢 个人更偏向于听崔剑斗维的曲目 很少听新裤子乐队的歌 但周深这次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不同的味道 听过原唱的朋友都知道整首歌的歌词并不多 说白了 就是一种驱动舞步的舞曲 不像周深的作品呢 每首歌都意义深远 不过呢 这种类型的歌曲特别适合在跨年晚会上演唱 他可以把现场的气氛轰多起来 说难不难 说简单也不简单 周深一边唱一边跳 有种莫名的喜庆感 会让人觉得真的就是过年了 唱到后半段时间呢 镜头一转才发现 光是半舞就不像树水鸣 这次啊 央视真的是走心了 全场都嗨了起来 听的观众啊 热血沸腾 即便再冷 内心都要暖暖的 有粉丝还在弹幕跟周深进行了梦幻联动 当周深唱到 你要跳舞吗 有不少人都直呼 只想看你跳 后来呢 还跟周比唱等众多娱乐圈的一线明星大合唱 呈现出来的画风呢 特别有春晚的即逝感 总而言之呢 周深承帮了所有观众跨年的欢乐 每场表演舞台都值得我们永久收藏 入坑不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